吹吉避空有辦法 亂按擺東西好驚嚇 家居風水點擺好 師傅教你應怎樣做 旺來伯伯 好了,星期四晚上 旺來伯伯一小時的縣河風水節目 當然啦,因為疫情關係 大家這一陣子應該見不到我們出去看風水 不過,如果有些比較心急 又或者是比較重要的情況 的話,可以這樣的 你可以拍下你現場的家的環境 你家的室內或室外的情況 你懷疑進去之後 是不是這樣的情況影響著 不如你拍下它 然後就傳過來給我們的Whatsapp 98844 989 不知要你現場清清楚楚 說下這件事 我們可以遠處地幫你診證 給師傅看 這樣也可以的 自己住學先 可以嘗試這樣做 既然暫時沒有外景 於是我們每個星期 都有些不同的題目 今個星期 就比較炒雜感 我們會找四位不同的師傅 說一下他們以往在做風水 或出去幫人看家居 經常那些客人 問他們最多的題目是甚麼 很多時候Q&A就是這樣 最常會問的 我們今晚會找四位不同的師傅 看看他們以往在工作的環境當中 有些甚麼經常會問 即是代表很多人都想知道 所以你今天在看旺利八百歲話 可能這些風水問題 可能你都想問的 看會不會都解答到你心中的問題 首先第一位在電話旁邊 有龍師傅 Hello龍師傅 HelloEdmond 大家好 你好 你好 OK吧 好久不見 沒事吧 沒事沒事 周邊的人 朋友家人 周邊有很多人中了 周邊有很多人中了 我沒事 不中不代表你沒有朋友 師傅 你現在怎樣都要說有人中 是要的 好多人中 哈哈哈哈 我現在見到 有個朋友叫Leon 他說家中 家中 家中 早幾天到現在都未送到隔離 同住壓力很大 真可憐 對呀 真的很慘 很多人都 你真的很大 那你怎樣 明知家中中了 你又好像要跟他借摩近藍摩縣 是不是 是啊 我有朋友也是這樣 小朋友中了 然後自己也中了 其實一定的 不如一起中了 他會開心一點 是不是 哈哈哈哈 馬馬聲 馬馬聲 大家一齊沒事 一齊 沒問題 好過現在 驚著驚著 沒錯 唉 好啊 大家小心 加油 加油 好啊 在龍師傅說過 看那麼多風水當中 今天龍師傅有兩個題目 嗯 即是經常都有人問 嗯 好啊 你講一下 是哪兩個題目呢 第一個題目呢 就是床頭 是 是不是會有門衝著的問題 好啊 這個意思就是說 當我們睡著床頭的位置 那扇門一開 就看到你的頭了 是不是 可以這樣說 隔離 一開隔離就是頭 沒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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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很多人都會擔心這個 其實香港很多地方都會這樣 即是很多樓的 沒得減 香港人的屋子比較小 他們的床不可以移來移去 其實那間房子 基本上就預計 在那個位置放床 你不能移去 床頭分邊的意思 但也想說回 其實大家都很厲害 即是觀眾 大家都很厲害 他們很多時候聽到 有時候床衝頭 是不是真的不好呢 其實都要看情況 如何為止衝的 最怕是什麼呢 最怕是長走廊 對著直去 然後再到門 然後再衝 哦 即是好像你上次幫我們看風水那間 是嗎 是的你記得 那個在這個行程間 粉嶺 那個就衝腳 就穿出事 是的 最緊要就是 不要有這樣的長走廊直衝 另外如果你說長走廊直衝到你的房間之後 再後面是窗 但你又躺在窗和門中間 這個情況更加嚴重 怎樣 我先想一想 嗯 OK 躺在窗和床中間 沒錯 即是說如果有氣流 經過走廊 吹過來吹到你的頭 然後再到窗 其實扯方的情況更嚴重 吹到頭的影響更大 很影響到睡眠質素 嗯 還有影響到那個人的頭痛 這樣的問題 嗯 我們現在也找了一張以往出去看風水的家具圖 都是的 一開門其實 左手邊就是床頭 這樣 那這些是怎樣解法呢 一開門是左手邊床頭 因為我看不到那些圖 哦 我現在剛剛傳出來 是 是 我不知道你看到嗎 我還沒開 OK 總之他的頭頂隔壁就是門 頭頂隔壁就是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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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是好的 是啊 都不是好的 都不是好的 看見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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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好的 這個都不是太好 還有一個問題 這個房子 它有一個叫冷氣基底 是啊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等於自製患糧 是啊 沒錯 是啊 這樣東西我們都要避免 盡量盡量避免它 好 怎樣可以解法呢 其實呢 如果我覺得 你沒有辦法轉到床頭床尾 最簡單的就是做一個床頭櫃 床頭櫃就是放鬧鐘那些 那個高度是高過你躺下之後 那個是 那個位置是高過你躺下之後 就是你看不到門口 OK 是啊 最基本都可以去到 化解到這個問題 即是用床頭櫃擋一擋 有些屏風的意思 是啊 這樣就可以化解到這個問題 另外呢 你說冷氣機這個 冷氣機這個 也是盡量盡量去避免 如果沒有辦法避免 其實現在都很方便 你在網上或者在外面 都找到一些冷氣機出風口的擋風板 是啊 我們擋一下去改一改變氣流 可以減輕到這個情況發生的 又或者你調整個 angle的時候 你不要吹正在頭上 吹回到天花上 可能會這樣 好一點點 因為如果你說 好像現在圖中那個 分體式那些 你吹不到上天 哦 吹不到嗎 吹不到上去 你打平吹而已 哦 調高一點 可以調盡量 盡量 這樣會好一點點 而且在頭部的位置 就不要躺在冷氣機下面 躺在側面 這個我覺得更差 比你衝頭 真的嗎 這個更差 更差 比你開門衝頭 那個情況 是啊 最基本的 但是如果可以 你床頭床尾 就調轉睡 嗯 但是也不是太害怕 譬如有時候 說他不是長手廊 直衝開門對頭 其實這個情況 就不是很害怕 是 但是如果開廁紙門對著 那些就會弱一點 那些要比鼻 那現在通常出現頭痛問題 可以這樣說嗎 或者睡得不好 是啊 睡得不好 這些是最輕微的 嗯 再嚴重一點 可能頭部出現一些 嚴重一點的疾病 哦 這個要小心 是啊 長齒有些問題 現在長期內患 嗯 這個就是其中你經常遇到的一些問題 是嗎 沒錯 沒錯 好 然後另一個特別一點 是跟莊臣衛有關係 不是莊臣衛 是造頭 噢 造頭 不是造軍 造頭 OK 造頭 嗯 等一下 我混合了造頭 跟造軍 不一樣嗎 造頭 其實在說老頭 噢 哈哈哈哈哈哈 我還叫做老頭 做個造軍 噢 噢 造頭 噢 造頭 造頭就是爐頭 沒錯 沒錯 OK 爐頭 是啦 首先我們選一間房子 最重要是要小心一點 譬如一間房子 我當你一間房子 是四方形 你找一個中心點之後 如果那個廚房 那個造頭 在你家的西北方 是 那就容易出現問題 西北方 OK 對西北方有問題 這個我們叫火燒天門的格局 是 很多時候出現廚房 很多時候都是說 那些女主人出現的東西的反應 但是如果火燒天門 很多時候會落到男人那裡 因為西北方是乾宮 前宮來說 我們叫天門 火燒天門 但是也是住屋的男主人 是啊 如果是都發屬燈 如果是當人燒著 那男主人 他在自己的健康 運勢方面 都會有所影響 所以很多時候 如果我們看到屋 首先就不會先選擇 是 你說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開門建造 是不好的 康埋建造是很不好的 很不好的,因為康埋建造 第一時間女主人 會出現問題 她會出現什麼問題 女主人會怎樣 桃花 哦,桃花 是啊,因為我早前 去看一間村屋 那個表哥 我幫她看 因為你知道村屋有時候 她樓下和樓上 即是地下一個,在結構上 會有些少許不同 她那個大門,玻璃門 她不知哪個天才和她們設計 就設計到入屋的盡頭 其實你能看到,因為樓下是玻璃門 你能看到裡面,廚房 是一個玻璃門的設計 屋其實挺漂亮的 設計上 美觀角度是漂亮的 而且空間很大 她這樣的情況 其實你在門口走過 都能看到她的廚房 我說你跟樓下那個人熟不熟 我說你跟樓下那個人熟不熟 我說樓下這個女人很容易離開 其實她住了三年左右 她已經看到 有兩家人 是離開了老婆 真的嗎 是啊,所以 這件事情 不是那麼理想的情況 那些化街方法就很簡單 其實你用東西遮蓋它就可以了 即是給一個屏風這樣 有屏風遮蓋它 或者你拿個簾也好些 總之開門就沒有見過做頭 即是煮飯的地方 是啊 另外還有一個情況 就是水火沖 很多人經常問水火沖是甚麼 有些人 不知道他們聽回來 他們覺得是否洗碗盆 洗碗盆對著灶頭的水火沖 或者有些情況 是否雪怪水的 水火沖對著灶頭 其實以上的情況 都不屬於水火沖的情況 通常就是 一個灶頭和洗手盆 在同一個桌上 即是打橫 但是其中一邊 是有窗的 即是窗、灶頭和洗手盆 它連成了一條直線 這一個就叫水火沖的情況 水火沖 一家人都會 他們賺食是比較難的 另外家裡的增執也會多 這樣才叫沖 不是對著角 不是 對著沖的情況 其實都很容易化解 只需要在中間 放一棵水種的植物 就可以化解到 但現在是連成一事 窗和水 再加上腦 沒錯 窗也要少開 但你少開完 我建議放一棵水種植物 那就好很多 OK 那你剛才說的那個 即是說 剛剛去西北方 有人回應說是 阿Leo 他說我家做頭正是西北方 阿Leo 那你老婆或者你女朋友 是不是走了 不是 那個是影響到他自己 是影響到他自己 開門見的爐頭 才是老婆願意走 是嗎 是 除非你很想離婚 搬一間這樣的屋 想弄走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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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馬上搬一間屋 是的 得常所願 OK 好 這些大家可能未必會知道 但今晚當一個冷知識 嗯 沒錯 師傅 如果下次有人需要問一些風水問題 但現在我們出不了去做 我們離開 傳一些影片給你看看 好嗎 好啊 沒問題 好啊 小心 好啊 大家都是 新鮮幸福 拜拜 拜拜 因為今天有四位不同的師傅 所以問題基本上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今晚就 很多這些風水的問題 會 希望解答大家 如果你有的 現在馬上你其實都可以 打一些問題出來的 待會有機會 都可以即時幫你問一下 阿Leo 噢 我見到了 因為他說他家裡 就是西北方的做頭 所以他是不是中了一招 阿Leo 是不是你中了一招 是的 原來是家人 全家 連續 都是陽性 咦 那就適合師傅 剛才所說 不怪得知 關不關系 可能現在 COVID的情況 為什麼一家 還會不會跟風水有關係 可能都有 病星 那樣東西 我可以研究一下 為什麼那些一家幾口都中了 可能 可能那些病的情況 落了在某些位置 所以 有時候都 不到你不相信 好了 講開 現在等另一位師傅 我們會Skype 看見他的樣子 因為在空寶在線 盧師傅寫了 天行地過 這個輝春 其實已經 經過一晚之後 已經 送完了 是的 幾百張已經 很多朋友登記了 所以暫時 我們是售輕的 不是售 因為不是給錢買 是送出來的 所以 暫時就 停止了 希望 如果再有師傅 送出來 再跟大家聯絡 希望大家登記了 朋友 快點上來拿 好嗎 我們的地址就是 觀塘道398號 Eastcore 家壁大廈903室 好 視像方面 來了 法基師叔 Hello 大家好 是的 OK是嗎 要問問你家 是的 我知道 家裡沒有什麼問題 大家健康嗎 健康的 不過大家都是 你所說的 都是遲早的問題 都在等 遲早 守得多久 先守住 你有師傅守 有的 每天都跟師傅說 大哥 真的不要有事 不是大件事 你們一定多個 多重保護 有啊 有啊 都寄到華陀婦 那些化病婦 都在身上 給老婆 我記得最初有COVID的時候 你都給過我們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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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了拿過來 是嗎 可以 我拿一些過來 稍後再找你 好 謝謝 好 今天師叔 有兩個題目 都是說 你有很多客人 風水問題 都很通常去問你 是不是 是的 這個呢 其實有時候 我們都說過 出去看風水都見 可能牽涉靈界 就是說 你一看出去 就會看到 墳場 醫院 或者殯儀館 之類的東西 是不是 是 是不是經常有人問你 有的 有的 因為通常 你知道我老爸以前是做什麼的 通常 有些客人叫我上去看風水 如果他的房子 真的對著這個地方 第一件事 就一定問我 師傅 那裡沒有鬼 十個有八個都是這樣問我的 就算你說不對醫院 他也是這樣問我的 嗯 那好啦 其實呢 如果一間房子 如果真的要有鬼 就不是那麼容易的 其實說真的 除非你的房子是長年累月 是沒有陽光進來 又沒有人住 又濕滑 又潮濕 那些就會比較多問題 那好啦 到底是對醫院 對墳場 或者對殯儀館 大家有什麼不同呢 其實呢 在我們的角度看 警察 醫院 和學校這些 我們都叫殺 那很簡單 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醫院 醫院 據每日醫病人 好像現在近期一樣 那他呢 就一定是多病菌的了 就是一定的了 那你尤其是有很多 譬如有很多 譬如感冒那些 都是經空氣全部 如果住得近 就是這個媽媽 媽媽是女人 都不用說 就一定容易多病的了 那另一件事就是 醫院呢 經常開刀的 那所以呢 其實呢 也都是有血缸出現的 那第三件事呢 醫院通常呢 那個地下呢 都會是一個殮房來的 那也有死人物在那裡的 那這些呢 我們呢 都是叫做殺位來的 那如果對著醫院 是不是真的特別多鬼魂呢 其實又不是的 反而多病痛呢 和多拗叫呢 反而會比較多 其實怎樣叫做近呢 有沒有一個距離呢 其實近呢 我記得我剛才給了一張圖 就是這個例子 其實剛剛有個客人呢 就住在那個屋苑那裡的 嗯 那在仁鄭醫院呢 過了一條馬路呢 就已經是那間 熊貓酒店 旁邊有一個屋苑的 是的 那那個客人呢 他搬了去之後呢 他就跟我說 喂 師傅真的不行 我對著那間醫院之後呢 進來呢 進來一年了 未停過那些病 前陣子還很嚴重 身體出了問題 還搞到差一點 命都沒有 他說真的 是 其實是一條馬路之隔 一條馬路之隔 都近的 都近的 是的 如果你說遠是怎樣呢 遠呢 其實最起碼都兩條馬路 或者你起碼都架一層樓 這樣就比較遠一點 這一張圖就是 這個就是 荃灣仁鄭醫院那裡 嗯 人鄭醫院對面 紅貓酒店有個屋苑的 我想我不用說 大家都知道 我也不說了 這個就 所以呢 其實這裡 那我那個客人進去住 他說真的整年都沒有好過的 因為為什麼呢 第一 他病菌多了 第二 他其實如果進了二黑 或者六壬風水 進了白虎下去 通常呢 都是會發生一些容易病啊 或者是有問題的 再加上就要看回你哪個工位 和哪一個角度 比如說 如果你那個是乾偉的 那你乾偉是醫院的話呢 那乾就代表長男啦 所以呢 老爸啊 或者是年長的男性 就會比較容易出事 這樣 再加上就要看回 如果他衝那個位 譬如說 是這個神偉的 那屬龍那些 就很容易會有事啦 所以其實就要看回 那個工位或者怎樣呢 和那一年的飛升 和六壬盤那個天象 飛了什麼下去呢 才會知道 那個空海呢 會不會更厲害 那但是很不幸呢 這一位客人呢 他就怎樣呢 他那個 家裡的座向那個盤 那個二黑位呢 就定了在這裡的 嗯 那所以呢 就算那個二黑星不飛進去 他一定是多病痛的了 所以基本上來說 都是容易有問題啦 是啦 那如果那個二黑或者五黃 或者我們叫七呎星 七呎星 其實呢 都是代表醫院的 進去的話 都是大件事的 就是二五七 進去這個位置都是大件事的 都是 好啦 怎樣解法呢 其實解呢 就有幾個方法的 就要看回 譬如你是二仔或者五仔進去的 其實我講到榴槤飛升 大家知道了 那可以用什麼呢 傳統呢 用一些銅葫蘆 或者是一些六個銅錢 這些這樣的東西 其實都幫到的 就是這些都很簡單 周圍找到的 那如果我們自己行法科呢 就可能用一些化病符 化砂符 或者是一些有落了髮的 白葫蘆 銅葫蘆這些 也可以化解到這件事的 ok 就是放一些風水物 就照計可以沒問題了 是嗎 是啦 那或者有些傳統一些 可以放一些木葫蘆 那些其實都可以幫得到的 這些都可以 那簡單而已 可以這樣講 很簡單 其實外面都可以找到的 好 那要搞的 如果不是 病完之後 就可能容易有鬼的 這些東西 是嗎 是呀 容易的 鬼的就不容易 不過真的病到PK 通常都 不過我就問他 我問你有沒有中到 他說 幸好到暫時沒有 不過被人撩鼻都撩了幾次 他說 算了 每天都撩鼻的 真可憐 大師傅 剛剛有人問 一家中了 我也聽不少 一家中了 其實在風水學上 那家人 是不是真的有些問題 才會一家中呢 有沒有研究呢 其實是有的 你要看回 如果你的座向 那個向 或者座 是真的進去二黑位 或者五黃位 那通常都會撩鼻的 或者你的房子 我先前說過 如果你的向 是西南 或者是東北位 都是容易撩鼻的 再加上 就是說 如果你的座位 是今年二黑位 飛進去 都是死的 為什麼呢 座位就是代表一家屋的人 醫食 那座位 騎二黑的話 通常都是這樣 整家都會不斷生病 這些都是 二黑就是什麼方向 二黑今年呢 就是西南方 好 大家自己看看 你的座位 就是你的廚房位 是啊 不過呢 又有一個很特別的情況 我有一個朋友 他就一家三口 但是呢 女主人出事 反而老公和兒子沒事 那女主人 經常進去廚房 不是 因為原來問題是怎樣呢 原來那家屋呢 蛤 沒有了 看完了 是啊 最精彩的部分 就是這麼多 這只是恐怖在線 和汪萊伯伯的精華片段 如果你想看完全集佔的說話 現在很簡單 一個月六十萬月費 已經可以看到恐怖在線 加上汪萊伯伯一個combo 還有呢 也可以上網去mmpun.com 加上我們Bitback的手機APP 同時兩個平台都會看到 那就不用看到 到後悟到費 是的 同時都希望你可以subscribe 我們的channel 還有呢 按鈴鐺 一有新片你就會知道的了 跟我們有新片 做的東西 我們來營運 做的東西 我們來營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